你們做的那個民調 那民調裡頭把防疫跟這個罷免混在一起 這個混淆試聽對不對 讓大家沒有見心 就真的真實民意識 百分之五十二願意去罷免 從有罷韓這個議題行動開始 每一次民調都是過五成 所以對韓國瑜陣營 對國民黨陣營現在來講怎麼樣 過去的人處理沒有用了 江啟臣的黨中央跟韓國瑜各有盤算 那個盤算是什麼 對國民黨來講 他必須把藍營的鐵票叫出來 所以拉高對抗 至少那個票不能開出來 哩哩落落啊 萬一冷處理的結果只有罷免能出來 結果藍營的票沒有動員出來 不是很難看嗎 對江啟臣來講 他剛上任黨主席地藏不能太難看是不是 對韓國瑜來講 如果罷免看起來是擋不住的話 他要保有那個餘溫是什麼 那個餘溫就是他開出來票不能難看 至少藍營的票要開出來 那政治人物最怕什麼 最怕沒聲量 最怕沒冷氣 他如果有一定的票出來 各位你注意看 韓國瑜現在是拉高 他也是在做對抗 號召藍營挺韓的勢力要出來 只要一定的票出來 就算被罷免 他已經去接了中常委對不對 他將來還可以揮軍啊 可是他沒有市長就沒有中常委了 因為中常委是官方的這個指派的位置 問題是他可以先佈局啊 他只要有一定的票數 是表示有一定的人氣 那將來他還可以有活路啊 比如說你認為他有活路啊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一腳被踢走了 搞不好國民黨人全部都把他給他 我跟你說很簡單 不不不 我問你 如果是很難看的票數被罷免 跟還不錯 雖然是被罷免 但是沒有拉到太大 你認為那個結果會一樣嗎 不太一樣 這一點這個是另外一種論述啦 他們他們的想法啦 那個 你覺得 少廷 他的論述是說 他想要讓不同意票多一點對不對 按照你這個說法 但是問題是被罷免 這件事情就是一翻兩瞪眼 我覺得他有點放棄耶 他如果沒放棄的話 他的答辯書怎麼會用心經呢 那個以前那個 應該是誰在節目裡面說的啊 這個啊 他去那個酒店是背心經 然後背完以後 哇 這個酒店的小姐們都拍拍手啊 他就送紅包啊 一千元大鈔啊 讓那個 整個韓國瑜在那個 那個酒店裡面變成一個 這個大爺啊 變成一個受歡迎的客人啊 結果他 心經跟他是這麼負面的關係 他居然用心經做答辯啦 為什麼 放棄就不了解吧 少廷 他的主題 他今天提了來的主題叫 心無掛礙 無掛愛顧 無有果目 遠臨顛倒夢想 究竟捏盤 他究竟在想什麼啦 厚姐啊 雖然說這個題目是取自於心經啦 但是你仔細看 韓國瑜他在整個的答辯書裡面 洋洋灑灑這十五樣 誰可以想像中這十五樣 是他執政一年四個月做出來的 這十五樣是他實證報告 這不是這個 我想這不是只有實證報告 然後裡面還有那個 裡面還有那個 摩天輪 這就是他的答辯書嗎 其實這就是的確 他這一年多高雄市府團隊在高雄市所做的一些的 一些的市政的一些成績單嘛 有用嗎 因為他今天完全被心經的心無掛礙 究竟面盤給這個搶走他所有的打辯的十五個那個項目啦 他到底在耍什麼寶我覺得他根本就就不想不想繼續做那個市長了 你們幹嘛替他那麼著急 這不是著急不著急嗎 我們就來講的話 他問心無愧 因為他真的這一年多做了這些事情 他問心無愧 那他們做這些事情 回避議會監督 為什麼不回答 他沒有回避議會監督 陳志忠問他說你的預備金怎麼幹的 他為什麼不回答 他有回避監督他 根本就是回避 絕對沒有回避監督啦 因為其實後面心無愧 答非所問 都有講得很清楚 我就看不懂他打什麼選選舉的戰術 因為他在總統選舉的時候 也是這樣亂打一通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都認為你這個打到最後一定是大敗 結果他都不相信 也許心機是他的本性 然後呢 民政局 環保局 公務局 這些一大堆杯葛 也許就是那些主戰派是真實要的 但是他自己其實他們自己腳步非常凌亂 但是你看說他在反制啊 因為究竟捏盤是 以達超越生死 完全覺悟之境界 乃佛教終極實踐的目的 意思就是我已經究竟捏盤了 我對聖敗根本毫不關心啊 他就做他該做的事嘛 等到我到了捏盤 等我被罷免的時候 我還在捏盤